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Bili Bala Talk 跟大家講講魷魚遊戲 為什麼這麼成功 這套戲上畫了一個多月 Netflix 2億1千萬用戶的平台 已經有1億2千萬用戶看了 有超過8千萬用戶看完整套 如果用戶指的是一個家庭的話 有至少兩三億人看完整套劇 不為之一個非常成功的外語片 打入國際市場 有很多KOL都分析了不少的觀點 特別是在生存遊戲的氣種裡 對比起之前2020年尾出的金制知覺 為什麼一個相對來說是失敗呢 我自己也嘗試講講不同人的意見 以及我自己加進去的一些分析 首先有很多人說 他帶給了一種觀眾共鳴感 透過生存遊戲 生與死之間 人性的顯露 可以是醜惡 可以是無奈 怕死 又或者是一定程度 部分人的美善各方面 從而也都因為那些人去到走投無路 才玩這個魷魚遊戲 透過不同的角色 勾起了韓國的貧窮或者是社會複雜的 一些種種問題在當中 我自己就會覺得 關於貧窮或者社會問題 如果真的要關心的話 你盡可能可以去看那些什麼 Documentary Discovery Channel World Vision 那些片段 看電影呢 首要目的呢 就是來到去Enjoy 尋求過癮也好 吸引也好 甚至乎是精彩 刺激各方面都好 這些其他Additional的爭議 永遠都是Add on的 或者令到他的故事性更加濃烈 不會是最主要的成功因素 反而我就會覺得 有很多人說 因為近一兩年 這個題材生存遊戲的劇集 相對來說 對於歐美的觀眾是新鮮的 變相 你看完很多的戀愛劇 警匪片之後 再看這套的時候 就會覺得吸引 這個原因可能是更加多 以至到他成功的位置 是他花了不少的不默 頭過一兩集 尤其是來到去形容 這個主角 主角身邊的家人 他有些什麼掙扎 各方面 令到你即使無法代入 因為你自己本身其實沒有那麼尿 沒有那麼貧窮 都能夠帶來一定的同情 跟著 Story Night 一旦move on的時候 你都能夠接受到 即使他很糟糕 又或者去到某個位置 他會做一個這樣的決定 基於前面那個筆密的描述 你都能夠 OK 我知道了 OK的 接受到的 這樣 這個是其中一個非常之成功 出色的地方 不是那麼多劇集 是會為了鋪排 他那個人物關係 情緒 處境 各方面 因為畢竟 無論是電視劇 或者電影 都要有一個緊湊性 最好就是 十幾秒一個高潮 夠精彩了 很難得 他們可以來拍到 那麼多的人情味 第二點 第二點 有人說 他雖然是生存遊戲 但對比起不少 什麼 金制之角 那類 他那個遊戲是簡單的 簡單易明 對於男士們 可能就是一個 所以 不太大 喜歡想事情 喜歡贏 喜歡來研究 但對於女士們 直觀多些的時候 我覺得這套比較好 我同樣的 對於這個原因 是有個問號 在當中 究竟 女士 直觀好聽 是否真是 stupid 如果是的話 為什麼 有很多不同類型的電視劇 例如 這個 Money Hey 又或者 Warswell 同樣的 廣泛地 很多人喜歡看 他們用那個 描述手法 雖然不是生存遊戲 一樣是 你會看到很多人性 在當中 你會來到 有很多 暴力血腥 甚至色情 各方面的東西 在同時 他的拍攝手法 因為是 倒序 翻來翻去 那種 本來一個很簡單的故事 就搞得很複雜 你一看的時候 是不明白的 在過程當中 一著推進 你會繼續看下去 既然是這樣的 即是說 觀眾是stupid 你都不要當觀眾stupid 他一定有其他的東西 令到 令到 勾起你 是會 來到去 either 看的時候繼續看 又或者 你未看的時候 你是想看的 由於遊戲正正的原因 是因為 他的遊戲 夠簡單 但是 簡單得來 不是因為 在一個劇集裡面 你會容易明白 而在這個劇集以外的 珍惜世界裡面 你可以跟其他人聊 你可以跟其他人玩 一個 你童年回憶 裡面 曾經或多或少 玩過類似的遊戲 跟著 跟著 是一個這樣的covid lock down了這麼久 但是同一時間 現在即使解封 你未必會 喜歡去旅行 不過 你會跟你的親朋戚友 有gathering 有party game 有party game 可以選擇 玩 魷魚遊戲 遊戲 又或者 不玩都 講一下 的機會 這件事 令到他可以滾雪球 捉更多的人 去看 這個 魷魚遊戲 我覺得 更容易 像是 他那個成功的位 特別你看到 當你在多倫多 地鐵站 會有人玩 那些 扔子仔 那個 紙卡的遊戲 又或者 在東南亞 的不同地方 會在紅綠燈 掛那個 妹妹仔 那個 像 在當中 夠不夠膽 紅燈走 掃到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你都會覺得 很過癮 然後 無可否認 既能夠帶出 韓國文化 一些社會問題 或者元素 甚至 一些特別的遊戲 例如 最後那個遊戲 由於遊戲 我自己未玩過 這些類型的東西 但同一時間 透過不同的遊戲 又好 任何角色 又好 商業的計算 能夠做到 一種廣泛地 跨文化的 一些 劇情 這件事 的確比日劇 成功 韓國 不識公本 來拍攝 這個劇集 有很多 銳耳 嘗試去打入 這個 荷里活 又或者 世界的舞台 拍到 很荷里活式 請了很多 攝影 燈光 劇本 各方面 最猛的人 來幫他 去量 以至於 在廣泛性 可以成功 相對於 日本 來說 很多時候 你要喜歡 他的文化 走入他的文化 你要去認識 他的文化 然後 你才可以 容易 有共鳴 這個究竟是 他的職人 文化 裡面的 奧骨 一份 執著 難阻礙他 一件事 同一時間 他又自得其樂 總之有日本市場 然後 其他的 你喜歡 就看 不喜歡 這種情況 一個是 叫你進去 一個是 他自己走出來 兩個方向 是很不同 如果是這樣的 你就不存在 多人看 那個就是 廣泛成功 如果 小人看 那個 就是失敗 至少 我們不可以這樣 單單 從這個角度 去理定 如果不是的話 在食肆裡面 當勞一定好 過米子人餐廳 米子人餐廳 吃肆吧 又或者 如果你說 多人看 就是成功的話 現在有一套電影 上話叫 長津湖 絕對人數上面 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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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魷魚遊戲 來入場 甚至乎 真是現兜兜賺錢的 應該都是多過 票房組織 還有金額 都是多過 就是長津湖 當中 也有很多人評價 那套電影 史詩式的偉大 和很精彩 多人感激樓梯 你可不可以這樣比 對不對 Anyway 長津湖 可能又有另一個爭拗 在當中 然後 這一點 是完全不容不示 就是Netflix 本身的平台 它 在COVID的過程當中 在用戶人數上 多了25% 而在每個用戶體 的時間上 多了70% 如果你把兩條數加起來 其實是Double了 在COVID的數字 然後 另外 有Seasonality的因素 在當中 很多時候 天口慶 跟你看不看電視 原來是成反比例的 天口月慶的時候 你出街 多了 你就不會留在家裡 時間多了 就算在COVID的情況下 都是一樣 變相 來講 就是 當你在九月的檔期上畫的時候 那樣的數字 就算在COVID的情況下 那麼 很多 那麼 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 我們應該 將 幼語遊戲 和 當期的 一些電視 電影 來做一個比較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其實 你會覺得 它 唯一 強一點的地方 就是 它是跨文化 一套外語片 那麼 對比起 比如 《You》 《Brimpton》 這些戲 那它是否真的 特別多 view數呢 或者 特別多人看得完 那套戲呢 那 它又未必是 只能夠說 過了 魷魚遊戲之後 我相信 Netflix 除了人數 view數 越來越多的時候 應該會更加 一個 有一個 奇跡 一個 破紀錄的 view 來去 重現 創造出來 例如 另一套劇 叫 《May》 它的人數 已經高過 《Queens of Gambit》 但是 究竟 《Queens of Gambit》 是不是 因此 不夠《May》 好看呢 這個又是另一個爭拗 和另一回事 還有 在這個 Netflix的平台當中 做得很成功的 就是 它配音 由於遊戲 我自己看的時候 是不用韓文的 我是用英文的 配音 雖然配音方面 Quality 就差過 法語片 Nupin 又或者西班牙片 Money Heights 這樣 那幾套 你真的 聽不到 它本身的文是 法文和西班牙文 你真的 配得很精彩 但是 這套韓劇 很明顯 可能 韓國人說英文 你會覺得怪些 但是很明顯 它是配音的 但是 配音劇 有個好處 就是 有些人一看到你是外語片的時候 你不配音 看字幕 就不看 即使你要看的時候 你都不能夠 做其他事情 你要專注地看 要不然 你就打了很多折扣 但是 由於遊戲 你可以一著做事 一著開著Screen 又或者一著煮飯一著看 那就享受很多 這個是由於遊戲 其中一個成功的地方 不是很多片 是這樣的 例如金仔之角 到今天為止 都是沒有翻譯的 只有字幕看的 沒有配音的 這個 已經打了一個很大很大的折扣 在當中 所以 所以你說 在一個廣泛程度上 這個是我 一些分析 因為它是 生存遊戲 有新鮮感 因為 它的遊戲 簡單的時候 你在現實世界 你可以玩 成為了話題的時候 就 令到更多人 桌進去 來去看 第三樣東西 它在那個 跨文化 和它突顯韓國文化 它的平衡 做得非常之成功 最後 在Netflix 平台裡面 越來越多人的時候 於是 它越 增加你 來去看的時候 就可以 更多人 看到 更加重要的 也是因為 Netflix 有一個 很強勁的配音團隊 幫它 這部劇 來去配音 以至於 它能夠更加成功 關於日劇和韓劇之間 當然 我自己有一個 Bias 傾向日劇 不代表我 完全不看韓劇 同一時間 我個人覺得 金制之角 是精彩 和好看一點 哪怕 那個角的 廣泛程度 因為 種種的原因 比 魷魚遊戲 純色很多 但是 也因為 魷魚遊戲 它們 其實 不是一種 對比的關係 在我們 茶與飯後 網民 就是 但是 在Netflix的角度 其實是一種 共贏的 一個關係 當有人看完 魷魚遊戲的時候 就有 incentive 來去看回 金制之角 在一個 長跑上面 這樣 人數 應該 永遠 贏到魷魚遊戲 不過 在一個 口碑上面 可能 仍然維持一定程度的爭議 日本 仍然維持著一種 將人精神 以至於 你看日劇的時候 你會找到一種 獨特的文化性 一種日劇的味道 在當中 喜歡不喜歡是另一回事 但是韓劇 這種味道 越來越淡化 至於 合不合你胃口呢 例如 由於遊戲裡面 一些窮人 發窮惡 那種 感覺 你說我 歧視 也好 都不是 我自己 那杯茶 這個感覺 就像我之前看過 《上流記生族》一樣 你欺騙了別人 整家 那麼多東西 別人 聞到你身上 有一股臭味 於是你懶惰人 你很合理嗎 這樣就反映窮人的骨氣嗎 由於遊戲 有點劇透了 當你自己很撩賭 然後你盡所有的錢去賭 這個都可能是賭仔的性格 然後你又是有很大的窮人骨氣 在同時 當你賭錢輸了 然後你找你前妻 和前妻的老公來幫忙 別人給你錢 是好聲好氣的 沒有用粗口罵爆你 只是叫你不要再搞他家人 而那個家人 其實再過一兩個月 就會走路去美國 然後你就把錢給他 兜除打過去 錢不是太大了 但是你的錢 你低聲下求他 是因為要幫你媽媽 當你走去玩魷魚遊戲的時候 而你的媽媽發現 有這個疾病 要人照顧 又要錢去供養的時候 你就這樣 有這麼大的骨氣 這些全部都是我覺得不值得同情的地方 再不要計 裡面有些到尾聲的時候 有部分的角色 可能我會覺得 違反他本身設定的人性 各方面 那些都是令我覺得不夠精彩的地方 當然 如果我要評判金制之角 我也都可以評判的 因為 因為我看完金制之角之後 再看回他的漫畫 我覺得是絕對精彩十倍的 雖然金制之角本身 我覺得是好過魷魚遊戲 可能一倍 這個是我個人的意見 你又怎樣看魷魚遊戲這部戲呢 覺得好不好看 還有覺得他為什麼成功 都可以來做更多的討論 今天分享到這裡 請給大家like subscribe share 比利把拿套